牡丹国小位于偏乡资源缺乏 四年前提琴教学开启了学生的提琴梦 从零开始直到去年参加新北学生弦乐团比赛拿到优等 偏乡学生不断突破格局充实音乐素养 而今年他们期望带着台湾特色的曲目到日本去做音乐交流 因此这个周日的上午11点半 在卢州城旅精湛宴会广场的三楼举办募款音乐会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偏乡的孩子无法在下课后去上才艺班 常常是老师有什么才艺便让学生学习 四年前牡丹国小结识了林一燕提琴老师 开始了学生们的提琴梦 小朋友们从没有琴不适谱 到现在各种提琴分布合奏 像正式乐团一般 还以历年最小成员拿到新北市学生弦乐团体赛优等 这些都是牡丹国小学生们对提琴的热情与努力才办得到 在偏乡教小朋友拉琴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很珍惜音乐这个资源 而且他们很愿意努力 我觉得看到他们一步一步的进步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看到他们越来越喜欢练琴 就是有一次我那时候行的旋转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叫我去拉小学生 然后我就说我就之后就到外面那个躲起来不敢进教室 因为我之前都要拉大学生 那个练习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要做一些改变 但是那些改变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改的时候会有会会有一点辛苦 很荣幸可以学到小学生 我也很喜欢小学生这个才艺 很谢谢老师老师们给我们的教导 小朋友平常得学习看着指挥 同时背着指法与拉法 达成深步的统一 学生自己在不擅长的地方 更是常主动要求重复练习十遍 我们练琴的时间有分在学校跟在家里 在学校就是大家一起练 然后有老师指挥 回家就是自己练习 写完功课都还会有时间可以练 在晚上练琴通常都是他们也会跟着听 然后每次也会说很棒有进步 在家里拉琴的时候 家人都觉得我拉得很好听 觉得我进步很多 也是让他们觉得很厉害 然后会想让他们来学 因为学校礼堂拆掉重建 学生们只能在图书馆练习提琴 打开琴箱 某单国小学生们 驾轻就熟地拿出小钟大提琴 这么多的乐器来自各个慈善人士团体的乐捐 及教育部补助计划而来 小朋友们有个愿望 是把音乐带出台湾 出国看看这个世界 今天搭着火车 前往芙蓉饭店进行一演 就是希望周日的募款音乐会 做个提前准备 周梦表演好 募到前往日本交流的旅费 希望这次去日本的时候 能开开心心的玩 然后希望这次募款的募 很多钱 然后带大家出去 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 所有的人能够帮孩子们一个忙 那孩子们有一双音乐翅膀 希望大家也能够我们就成为一阵风 陪在孩子身边 让他们能够展示飞翔 能够完成他们的音乐大梦 那所以我们在4月21号 在城里的金站饭店 办了一场募款音乐会 那在这边也是邀请大家 有空来参加来支持我们的孩子 火车班次延误 学生们并把握时间 在火车站前练习曲目 旺川峰 四季红等熟悉旋律 吸引路人驻足拍照 小朋友们也都乐于分享音乐的美好 募款音乐会曲目 将西方乐器与台湾传统歌谣作结合 让孩子平时在家练习 也能与家中长者进行互动 民众如需捐助 可拨打02-2493-1240 转分级220 音乐不分贫富贵贱 希望大众给这群小朋友机会 让他们突破偏乡格局 发挥音乐梦想 记者肖浩文双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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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